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振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式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他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極限聖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地堅協財、直臣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段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年的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在接下來的那年的運動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 早已經成為傳統習俗了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隻聯奏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參考一下 但未來2015年各個新校運動是怎樣呢 淑陽的朋友分別有1943、1955、1967、1979、1991和2003 以立春後為準的 2015年為月未年、牧羊年、太歲為陽仙大將軍 淑陽的朋友在2014年是合太歲 運程是比較不穩的 但是到了2015年因為直太歲 即是我們所說的犯太歲 其實犯太歲是有四種的 凝聰、直臺 每年十二個新校裏面 都僅有四個是犯其中一樣的 太歲其實是指木星擾過太陽 攻轉時所產生的瓶場 木星擾過太陽 一周大約是需要十二年的 古人就以木星運人的軌跡 和十二生肖對應 其實都是一些磁場問題 就不是真的有 太歲走出來害人的 有宗教背景的人士 可以將它交託給神、主耶穌、天父 或者去虧太歲的 代替太歲婦 如果你沒有宗教背景的 只需要做事、事、心 就可以了 淑陽的朋友由於2015年 經常是犯太歲 所以運程是會有量極化的 2015年因為肚比較重 所以如果你的伯父喜歡肚的話 就會挺好的 不過如果你是寄肚的話 就認真麻麻了 總之本命年 都是會變化會比較厲害的 時好時壞、大上大落 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在2015年 淑陽的朋友會有機會搬屋、搬公司、轉工 有機會可能是被人解僱或自己走 結婚或離婚 所以一定要不償心 淑陽的朋友在2015年很多時候都會感到孤單 而且對宗教、玄學、藝術等事物突然間有興趣 不妨去一下教堂、佛堂 去同界線接近一下 吉星方面有華蓋 華蓋雖然是一顆才華星 但也帶有少許孤單感 心情會有點抑鬱 總是覺得沒有人能回答自己 亦都覺得問題根本就不是出自自己身上 很多時候都會看別人不順眼 亦都會認住 那些人在面後面就在說你壞話 或者有很多不關自己事的事 都走來影響到自己 於是就令到自己藏起來 跟別人說別人又不明白 總之就要完全上心 空聲方面有劍鋒和復師 而復師是指危險和暴斃的 聽起來也很恐怖 但其實也不需要那麼害怕 因為這兩顆空聲 每一年都是追著那些飯館命令的人 例如羊兒你們是熟糧的 馬連你們是熟馬的 所以不需要那麼害怕 很多時候這兩顆星都會令到你所應驗的事情 就是不小心被人贏了 所以你會測身下 善身下 跌倒、急親、切野遲親 這些血管之災 如果你害怕的話 過了年之後就可以去捐血和洗牙 其實我自己就連捐血和洗牙都不到 很多時候應驗 手指夾噴下 還有切沙裏的時候會遲到 不過如果你害怕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帶一隻金萬里 所以熟羊的朋友 在2015年犯太歲是要與症制動 至於1955年和1967年熟羊的朋友 就需要控制一下瓶水 小心腸胃 1979年和1991年的羊仔羊女 所以做事就不要太衝動 免得是動口如遊和手 影響自己的運程 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 分別有農曆的3月、4月、6月、9月等 至於有什麼催急被控的方法 風水報復 層情可以瀏覽我的官網 dincangg.com 裏面的心指淡浪 又或者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定期upload一些最新資訊上去 最後祝大家揚言行好運 東上市城 身體健康 來吧 來吧